各位,QPCR的60個案例的統計 那這一份其實是彰化基督教議員陳明醫師寫的 所以我把它 呈現在這邊 這個研究是 有關QPCR的臨床應用 那我們以前用的QPCR可能是51 其實這是首度國內發表 應該是台灣首度的 請注意到我們 在38歲以下的QPCR的懷孕率是80% 那如果Overworld的懷孕率是53.33% 那著創率的話是 小孩38歲的話是54.55% 這是目前我們的Data 因為還在統計當中 那這個研究也有通過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IRB 那雙胞胎的比例 因為有些病人還是要去放兩顆 所以雙胞胎的比例還是高達20% 那在我們的胚胎送檢當中 染色體不正常的比例 高達46.36% 那這個是 表示說它的染色體異常的比例 偵測率是蠻高的 所以 如果你要一次試管一而成功 我覺得第一個 要有足夠的胚胎是 第二個就是用QPCR 像台北淡水巴黎來的魏小姐 像嘉義民雄來的 結婚15年都沒有懷孕的一個謝小姐 像台北三峽戲子來的 林小姐累積三次胚胎 用QPCR放兩個胚胎全中 後來有一個自動檢胎 變成單胞胎 目前 十一、二十八日 在台北八德路的 台安醫院的醫學中心 做的產檢是 八週有五天 所以 這個都是在QPCR24的幫忙下 協助成功發營的